大家好 欢迎收看主年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楼市事件 我是中研地产研究部的Rowan 今天适逢年初七 亦都是人日 我恭祝大家人人都是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 我身边又在施生 又要邀请他再和我们讲一讲楼市状况 你见到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大家都要戴着口罩 和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都认真对待这次疫情 小心谨慎 令病毒没有机会传播 我们可以快速度过相对困难的时候 今星期CGL是我们部门负责 因为一向都是我们去计算的 而今星期我们收报是177.58 上升了0.28 连升了两个星期 大家可能会奇怪 为什么还会升 因为我们的指数是有三个星期的时差 所以反映的是12月底至1月头的状况 当时市况又开始平静一点 社会运动没有那么激烈 疫情其实刚刚开始 不像现在那么厉害 但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那些人 你见到每个人都不是欠抢楼 而是抢口罩 变成你看楼的情况 大家没有那么有心情去看楼 而一手发展商也已经说了 他们推盘也会推迟一点 之前可能叶斯先生也有预计过 应该都好像会有个小荣春 新年 现在小荣春还出不出现呢 还是推迟一点 还是直接已经不会发生呢 我自己因为最初见到1月初的市道 是有少少复苏的迹象 交投多了一点 还有价钱都站起来 所以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其实是升了少少 之前那星期是升了0.69 这次升了0.28 0.28 如果说当时的势 我预期农历年后就有小荣春 不过现在因为有武汉肺炎 这个疫情恶化的威胁 其实我遇到那些热主 都不是很倾向这个时候 给陌生人来看楼 所以活动就减慢了 活动减慢了的结果就是 有一些想急卖的热主 如果想套演的话 就需要减价才有机会卖得出 市场在这样的气氛下 出现小洋春的机会当然少了 但是我跟前线的同事了解 其实这两天都不是完全没有人出来看楼 这两天都出来看楼 其实都是诚意比较大 如果不然这段时间就不出来看楼 比如那些热门屋苑 好像太古城 他们这两天都有成交 当然价钱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他说福度都是两三个百分之后 已经有人折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看如果疫情开始从高峰回落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出现反弹的机会存在 我记得上次沙士的时候 其实是提供了一次 入市的机会 会不会跟次有些人看看有没有便宜货质 不过我自己估计这次的便宜 便宜不到多少 即是在35%的水平 如果只是3-5%的调整 因为好像之前说 沙士那一年 其实中约城市数 曾经最低位到31.88左右 比起97高位跌了七成 即是当时很多人都信笨 如果当时买了 现在就好了 但如果听先生你说 只是调整3-5% 不然很难收到便宜货 这次收拾便宜货的机会少些 为何这么说 因为如果说对楼市的影响 去年的社会运动影响大很多 那是代表社会的一些根本性的 方向上的内部冲突 加上又有中美的磨擦 影响香港的政治经济的前景比较大 如果那次的影响 都是跌下来都不够10% 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 应该不及得上次这么大 因为这些疫情始终都会过去 如果说上次沙士 是几个月的时间 它就会从高峰回落 所以我相信的影响是不会这么大 如果听先生说 因为上次3月初开始疫症爆发 到5月底才是 世卫取消了香港旅游警示 现在我们是1月中倒开始疫情 你会相信再比上次短 即是1个月左右 或者3月左右 短不短 现在就很难说 我自己看到的情况 这次前伏期是相对长的 前伏期相对长 有一个不好处就是 会有些未被发现的大病毒的人 隐形大病者 容易散播 但另一方面 如果前伏期唱 是否代表病菌繁殖速度 去到身体内 遇到一段时间 才凡直到影响身体 或者是身体的抵抗力 会阵住它一段时间 可能也反映这种病毒 可能没有上次SARS那么厉害 眼前死亡率 没有上次那么高 还有 发病人的不息程度 也没有上次那么强 所以我自己看这一次 可能破坏性 譬如香港现在 暂时未有死亡个案 受今年人数都是 12个 现在12个 相对是少的 如果7、8万人 有12个 你接触到 当然可能有潜伏 接触的机会是70万分之一 所以真正的杀伤力 未必像上次那么强 这次亦有上次的经验 虽然口罩很缺乏 但 我在街上 每个都戴 所以 防卫性会大过上一次 如果大家谈慎一点 应该病毒散播的机会会少一点 如果根据这样说 可能对经济影响 当然今年经济的压力 本身已经不太好 压力也是大 如果疫情过去 中会也过去 你觉得香港上一次 就是沙士之后 中央很多自由行的措施 去吹谱经济 这次你如果看疫症结束之后 市况会怎样 因为今年的情况有点不同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 不利环境的 生理上的压抑 会延后部份人的购买需要 所以当情况好转之后 这些人是有机会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小人村延后了 反而令到 积累的购买力会更加多 所以下一阶段 好转返的机会 是存在的 当然这个世界 变数很多 大家都要密切留意 最新的情况的变化 多谢施生的分析 今集的 楼市事件 到此为止 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情 对身体也会健康一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